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子 第一线的肉儿养殖业者 克服现场的养殖问题 来发展智慧情设技术为解决方案 然后对于肉儿产业的应用 还有一些思考 那这个场次很高兴能够邀请到 向天歌创新农业的蔡英帝执行长 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掌声欢迎蔡执行长 各位学者专家 各位前辈 各位长官 还有各位线上的朋友 我是向天歌的创办人 接下来我就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智慧农业 智慧农业这一块技术 在耳越这一块 我们的尝试 还是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背景 我实际上是在2015年的时候 我是那个上智公司的总管理处协理 那2015年其实实际上 很重要对台湾耳越很大的影响就是潜流感 那这一年实际上台湾耳札被扑杀了543万只 那543万只的概念实际上对应的就是前一年 台湾的一年的耳术屠宰量555万只 所以潜流感这件事情对耳越 其实某种程度上在那一年发生的时候 等于菩萨超过八成 所以对潜流感这件事情一直到现在 其实对耳这个产业影响非常大 那也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才触发了 我个人回笼的思考 那到2018年我们就真的回笼 开始做这件事情 那在过程里面 我们在2020年 路选第五届百亚青龙 然后在去年拿到领域科自在家乡的一个竞赛的潜力奖 然后我们去年退出额布子品牌 那最后我们今年进入育成中心 然后路选第五届的耗沙斯的实用加速器 那这大概是我们的一个背景 那回到产业本身 产业本身其实就是潜流感 那基本上就是这张图 那这个就是550万只 这个就是在潜流感的前一年 2014它的一年的屠宰量 那潜流感这年发生的时候 它当下去铺杀的八成 那之后就开始了很多年的富养 到目前的话它的一个一年的量 其实才回到潜流感前的大概七成 那某种程度上来讲 它虽然一样是勤累 可是如果你去看基根压在2014年的量 跟现在的量 其实基根压都超过了2014年那时候的量 所以代表的是基根压 其实基本上潜流感这件事情的影响比较小 而这个产业其实在回到七成 所以潜流感等于 而这个产业它的养殖模式 跟它的整个产业 其实还在这件事情上面还在做努力 那我个人是会计师背景啦 所以我们会计师有个 会计这个产业有个天条 就是会计很等事 资产等于负债家业主权益嘛 那对我来讲 所以回到了养儿这件事情 那养儿这件事情也有个天条 就是潜流感的风险 那潜流感的风险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 而接触到鸟的频率 然后再加上 而接触到人的频率 所以我们的整个 为了克服这件事情 整个事情的努力 就是在这两件事情上面去发展 所以最开始 我们就是开始的 所谓的非开放式勤色养殖肉 技术的一个开发 这是2018年 这个场域实际上是我父亲 原来的传统的场域 所以我们回容的第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改建 所以把整个勤色改成 所谓的非开放式 那实际上当初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实验的性质很高 就是说你也没有那个经验 也不知道怎么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光是看勤色 就看得到它的一些差异 它我们设计的宽度 其实是不一样的 这一栋是9米宽 这两栋是13米 这一栋是18米 当初在盖的时候 其实也不知道哪一个好 所以就逗盖 然后透过后面养殖经验去累 其实说哪一个宽度比较好 那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甚至只有这一栋 是有装风及水帘 也就是所谓的密闭室 然后另外这一栋 实际上是所谓的微网 就自然通风 那我们也在测说 同样的它长度都一样 宽度也一样 这两栋就在测说 密闭室跟所谓的微网室 到底后续的养殖的影响是什么 所以所有的东西 其实就是这样一路不索过来 那我们算是 某种程度上算顺利的 就是也就慢慢走过来了 所以2018 开始用所谓的非开放式开始养 然后可是开始的时候 其实也不敢 从头到尾就养在室内 所以就慢慢推慢慢推了 那2019 总算页全部进室内 它从头到尾养在室内 然后我们到2020 进一步走到全部都密闭室 那到今年实际上可以讲说 它某种程度上来讲 它在室内的养殖的效果跟效率 已经跟室外 所谓的 算是中高班 差不多接近 那也就是说 它还有努力的空间 我们继续努力 再提升它的一个效率效果 那可是 刚刚提到的 它解决了 所谓的 鸟的问题 可是人会进去 人会进去 对应的就是 人会带病毒进去 所以 实际上来讲 人会带病毒进去 在产业或在专家的想法 就是所谓的生活安全 那可是 那是 人进去 带进去病毒的风险 那如果 我说今天人 不用进去呢 所以我们一直以为 人员勤奢作业的替代是 生活安全的作业拼图 也是这个 非开放的勤奢养 它要成功的作业拼图 所以某种程度上 它其实实际上 最现场面来讲 它就是要透过AIOT技术 去替代人力 然后 替代人力 替代人力 之后 人不会进去 就不会带病毒进去 那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降低它 染疫的风险 那最后才代表这套技术 可以去克服情流感 所以我们开始做这件事情 那第一个 我们当然要去盘点 人进去做哪些事情 那人进去做的事情 那人进去做的事情 人进去做的事情 给飼料 温湿度 风速控制 随时给水排水 那禽色清洗消毒 然后最后 去看儿子到底有没有健康 所以在这件事情里面 实际上 就现有的技术来讲 这一块其实是很成熟的 就说你透过自动化 这件事情 其实目前都做得到 那唯有巡视儿子健康这件事情 是目前的 在我们导入当下 甚至到现在 这一块是 我们核心要去克服的问题 我们必须发展一套技术 去做一个所谓的健康预警 所以我们在整个计划里面 实际上 中心就在这里了 那当初我们也进行排点 就是说 你所谓的健康预警 那它怎么去做 那我们定义了一场指标 例如说你透过体温 然后去看说 这只鹅有没有发烧 透过移动去看说 这只鹅有没有在动 如果它一直没在动 就是基本上就代表它的问题 然后透过它的材质频率 就是说它吃东西有没有正常在吃 最后透过体重 那这些不同的指标 它对应的其实是不同的技术 然后不同的技术 它对应到的是不同的成本 所以实际上 我们在评估这件事情的时候 它的角度里面有更多是现场的角度 就是说 你今天可以考虑体温 可以考虑移动 可以考虑不同指标 可是我在考虑的时候 第一个 它一定要有预警的效果 所以像体重 它就没有预警的效果 因为体重 当你就好像人一样 人生病不吃东西 当你体重减轻 那个已经是你生病后的事 所以它是个落后指标 所以体重就不会变成 我们健康预警的一个重点 那相对的 例如说 今天 成本 也是我们一个考量重点 例如说移动 我们最简单的方式 其实那时候我自己 都有想过的就是 例如说我们美肢儿去把它刮一个 算是那个GPS好了 然后你就可以增测美肢儿 在秦升里面走动 可是这样的结果是 你一千多只儿 你就要刮一千多组 然后重点是它养 才三个月 你不可能现在 它除了的时候刮 然后三个月后 它卖掉的时候 再把它卸下来 那个能力成本太高 所以到最后 我们实际上 回到要怎么决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回到养殖经验 那这实际上是 某种程度上 蛮好玩的一件事情 就是 养殖经验里面 我回农的第一天 我爸爸教我怎么养儿的时候 它永远 让我进去的第一件事情 我们进去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看水池 所以回到一件事情上面是 为什么老农进去儿肠 或在养殖经验里面 产业弱号里面 它第一件事情是看水池 因为原因是 蛾它喜欢玩水 可是蛾不会长时间待在水里 这很关键 意思就是说 今天一只蛾 大家都觉得它是水禽嘛 所以它会玩水嘛 可是它如果在水池里面 待个三十分钟 待到它整个羽毛的那个 防水性都没了 那就代表它有问题 所以逻辑上来讲 今天如果有办法 那儿生病这件事情 很大一部分伴随的是发烧 所以我们某种程度上 为了控制成本 意思是说 我不去做全场的监测 我只监测水池上方 这是为了成本上的考量 要让它在控制在一定的 合理的导入成本里面 当你水池占了整个面积是 群场面积可能是十分之一 那你监测全场的成本 跟只监测水池上方的成本 成本就降到剩十分之一 所以我们在整个事情 在做的时候 我们变成回到 养殖经验上面 你就回到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在水池上面 不尽头 那透过尽头去监测 每一只儿在水池里面的停留时间 那如果有一只儿 它停留时间 例如说停留了三十分钟 那你可以讲这只儿就一定有问题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去做 所谓健康预警系统的一个设计 那这个就是最开始 我们再考量到技术成本 那相对的影像辨识 又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技术 所以它的可行性是最高的 所以我们某种程度上是 用比较取巧的方式去克服了 整个健康预警系统的一个设计 所以我们在2020开始做这件事情 那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分为所谓的 最基础的建设 这刚其实黄大哥也提到了 其实基础的建设很重要 所以我们把整个基础的建设 就是所谓废开放式寝塞 然后把整套系统导进去 然后我们做所谓刚提到的影像检测 然后我们做而知的彩时量体重的一些数据的收集 所以智慧反共而设的建设 实际上我们做到这样子 就是把它里面的一些参数收集下来 然后透过手机去控制 它的里面的系统 那所以这个都是现在的现况 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影像监测的部分 所以影像监测其实最开始的想法 最开始的想法 其实要感测体温 就会想到海关嘛 就海关的那个 我们过海关的时候不是都会 尤其现在大家都很成熟的 就到哪边都可以感测一下体温 所以最开始我在想这件事情也很简单 也是这样想 所以我们其实最开始有做这样的东西 就是透过在那个情色里面 然后透过可见光影像跟热影像 然后我们训练透过AI 继续学习去训练辨识耳枝 然后最后再把两个套起来之后 就可以测出来这只耳枝的温度 可是这样子的问题在于 这件事情做完了 可是做完之后它没有办法反映 耳枝真正的状况 因为很简单就是 耳它表面披布着羽毛 那披布这个羽毛呢 让你先侦测到的是羽毛的表体温度 而不是耳枝本身真正的温度 所以在技术上变成说 它你 因为它那个羽毛会 你可以去想像 像这套东西在土基上面可能是可以用的 它原因是因为土基上面有那个罐 那个罐是可以侦测的 可是耳没有这个罐 所以耳只有一个会跟角 那会的部分它本身的那个传导性又没那么好 那只剩下角 那角的位置又 你要去侦测到它的角 要拍得到它的角 所以那个难度太高 所以就感测表体温度这件事情 这个技术在 而这个产业要做健康预警是做不到的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试着用这样的方式做 可以测得出来说 它不同部位的一个温度 那最后我们还是回到 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概念 所以我们实际上是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系统 也就是说 第一个你先 镜头可能 水质常聊行了 所以要好几个镜头 那好几个镜头去拼接起来之后 然后再透过那个 辨识 就是AI辨识的技术 辨识说这只是耳 那再来就是一直追踪这只耳的 它跑的那个时间 所以它这边其实有个数字就是它跑 在整个时间的秒数就对了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监测得到耳资 在水池的停留时间 然后我们透过数据累积 就可以去 开始去累积出来说 例如说几分钟以上的 可能就代表异常 那做到这样的目的呢 就是让人就可以不用进去了 然后有一个系统在里面24小时监测 监测到异常 异常之后呢才通知外面的人 进耳场里面去把这只耳给隔离出来 而且是很及时的当下 马上可以做隔离的处理 而不是我们每天早上 一天只进去看那么一次 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把这一套健康预警的想法把它实现 那当然我们还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其实可以去抓到它在不同的温度下面 水池上方的数量等等 那做一些分析 那你看现在时间其实很短 目前五分钟以上的 其实才占了0.5% 也就是它停留在水池的时间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那最后我们还是有做所谓的养殖效率 那就是透过儿子的采时量 跟儿子的体重 然后去做收集 然后我们可以比较不同期的它的体重的变化 然后就可以去找 然后我们可以去比较不同的 儿子采时量的变化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在整件事情上面 智慧農業这一块 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那我觉得整件事情还是回到 向天哥这个团队想干的事情 所以实际上 实际上是 还是回到说 在做整个智慧農業的时候 我们某种程度上是以低线的 生产业者 或是低线我们想要克服的事情 然后去看智慧農業扮演的角色 所以回到我们向天哥的一个环境 其实实际上向天哥是在云林县四五乡 那云林县四五乡其实在海线 它人口流失率区是9.52% 它其实是全台低流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很偏远的一个乡镇 可是四五乡 大家知道是蒜头 可是另外一个其实四五乡 养的鹅 它其实在亚量是10.8% 它其实是全台湾第一 所以四五乡 再加上旁边的东市 在旁边的台西 这一代加起来 其实养的鹅 已经占了台湾的超过30% 所以实际上 鹅这个产业在四五乡 它是一个在地的产业 然后它有它的一个产业链 或是说它对在地的 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生存的一个产业 所以我们在产地做的事情 透过最开始激素 非开放行业养殖技术的一个 一路这样走过来 我们其实现在要努力的方向 就希望在产地 实际上是把这套 技术推广出去 所以做法上面 就是透过跟老农 去承租它的场域 然后透过太阳人 的这个一个 卖店的收益 去支撑整个 群色的改建 那我们透过我们掌握的 这套所谓的生业养殖技术 跟这个场域 就可以让年轻人回来 然后做这整件事情 然后这是在产地端 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 开始在做复制 那我们中端会做通路 其实实际上也就是为了说 让大家看到 这个产业的价值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 而复制这个品牌 那这品牌 相对来讲 因为大家吃鹅肉 都是在鹅肉店 那我们为了要让大家 不只是在鹅肉店 才吃鹅肉 所以我们做的是 小包装的冷冻的 鹅肉料理包 也就是可以让更多人 更多人可以买回去 在家里就可以吃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希望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我们希望在地 可以逐步的操作 或者非开放的情者养殖 去努力 产地端 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扩散 然后中端用品牌 然后两者相互支撑 来做整件事情 那在这整件事情里面 智慧荣業扮演的角色 其实最核心的 它要的是 要证明说 所谓的非开放之情色养殖 这个技术是可以成功 是有竞争力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直在 专注在这块努力的很大原因 那最后 我们还是谢谢 这一路走过来 荣誉会的支持 然后中医大学 许老师其实是一路辅导过来 然后积电系 然后试验所 那实际上整个产业 希望在这样的努力下 能够有些成绩 那以上谢谢